各位觀眾早安 繼續收看《妖才財經》台直播環節有聞必答 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先生旁邊 Jason早安 Json早安 我們開始聽電話 第一位嘉年觀眾鄧先生 兩位主持 我想問688中國海外 最近行指升得好像沒怎樣動 我想問短暫可以去到多少 如果擺久一點可以去到多少 除了688、1109股價方面都不動 先看看688方面的情況 股價方面暫時升2.5 止步23.3.5 今天升超過1% 這個股價方面又如何部署呢 最近也有很多新地王誕生 是不是都怕相關的調控 沒錯 始終你說這些內房股來說 今年去上半年的而且確有個相當不錯的表現 在業績方面也反映了 今年他們頭7個月 提到新簽合約方面的金額 都達了全年目標大概有六成幾至七成 全年你說要超標方面 我覺得機會都很大 但是始終現在說內地方面的經濟開始回穩 也都是有個藉口 可以給中央方面 但是現在的股價方面 接下來就有機會出更加嚴厲的招數 來調控樓市 特別你見到近這幾個月 內地很多一線城市方面的樓價 按年的升幅仍然都保持著 大概是一成半至兩成多以上 既然你說中央方面在今年上半年 都沒有什麼真是怎樣落藥來調控 你說到未來這幾個月 當實體經濟開始回穩 當外貿方面的環境改善的話 我相信調控方面的力度 就有機會會加強 所以你說內房股在這些位置要買 就算你說它不跌也好 但是你說要去再急升 我覺得那個難度就相對會比較大一點 那倒不如等它的股價 接下來看有沒有機會借市的調整 落回去大概調五十天線 大概是二十二個半這些位置 到時才考慮再買 這些位置買的話 上面都要留意 因為說二十五元這些阻力 暫時都是比較大一點 好 鄧先生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吉利 好 有沒有貨的? 未有的 OK 好 打算是中短線 吉利汽車現價方面 微星一先步四個一毫一 吉利汽車方面如何處理 最近股價都不是變動太大 吉利汽車在七月份至八月份 那段期間都升得相當之厲害 說在七月初的時候 低位大概是兩百多元 但是經過這個多月的急升之後 見到股價都上分到四元樓上 的確你看到它之前出來的那份業績 都有一個相當之良麗的表現 特別你說它一些主要品牌的汽車 其實銷量增長 往年都升到接近兩成那麼多 比起一些同業方面的表現 都是會有一個優勝的地方 亦都是可以見到股價上面 因為見到它在整個八月份 一直都在十天線樓上走 至於你說見到它在昨天 雖然都好像曾經是有些調整 下回到四元邊 但是見到這條二十天線 目前的支持都是比較大跌 所以只要你說 接下來的股價不要連四元這些位置 都跌穿的話 問題都不是說太大 我相信整個的升浪 接下來都還是有機會延續下去 這些位置你說再上網的目標 就可以看上去之前二月份的高位 大概是4.7至4.8左右 好啊 現在可否入貨呢 入貨的話我覺得都可以 但穩陣起見都可以擺定止蝕位 就擺到3.9 如果你說股價穿這個位的話 就可以先行去做一做止蝕 好啊 3.9 OK 多謝鄧先生你的電話 下一位嘉宁觀眾黃小姐早晨 早晨兩位早晨 你好 好 我有三種股票 真的很矛盾 992我就7.9買的 939就是6元 119呢 5.5 怎麼處理呢 麻煩你 這個時間 好啊 992聯想集團 有課的了 8.02現在來講 表現不錯的 升近3.6% 聯想集團 近來股價都剛剛看回 今天有個急升的情況 怎麼處理好呢 好 繼續有什麼新的策略呢 今天這個急升都叫幾令市場有個驚喜 因為見到在對上兩三個星期 其實股價都不是真的怎麼動的 今天你見到突破呢 暫時見到八月份的高位 即是七個九這些位置 都叫做是升穿了 如果你說本身有課 暫時都可以先保持 但是你說短期裡面 第一個比較明顯的阻力 都在大概八個一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接下來見到股價 能夠連八個一這些位置都穿上去的話 整個升浪都有機會延續上去 不妨等股價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升上去 大概八個四至八個半 才考慮去走走一些貨 好 見到九九二方面 有大行唱好去的 就是見能國際方面就唱好去 將聯想的投資評級 由中性調高到優於大節的 目標價方面一看到是九個眼 都可以留意回 另外也想問就是那些老人股九三九 是嗎 九三九六元 六元的 好啊 很容易都升回六元 暫時來說去到六元零七先 怎樣部署呢 因為昨天來說 中資金融股真的升得很帥 怎樣部署呢 建行的股價在過去兩三個星期 都有一個明顯的急升 特別出現業績之後 雖然你說盈利增長 今次都是放慢了 但是始終你說建行 對比其他銀行股 都是比較穩陣 特別你看到在資本充足率方面 或者在撥幣、壞賬方面的程度 都沒有其他中小型銀行那麼嚴重 所以你看到股價在近期來說都升得不錯 但是如果你說計算這兩天 它的股價的升勢 就暫時落後比 其他好像民行等等那些中小型銀行 事關近期中央方面 對於內電銀行都有消息出的 就說說接下來都會容許這些銀行 以發一個優先股的形式來集資 來補充資本充足的水平 但由於本身建行在這個資本率來說 都算是比較高的關係 所以你說就算容許它發這個優先股 其實對於建行的幫助 就沒有一些中小型銀行來說那麼大 所以你看到股價雖然都是升 但是升幅暫時就不算太大了 如果你說6元買了貨 暫時我覺得勢頭都還可以去的 不妨訂一個很短線的目標價 就放回6.2元 如果你說純粹貨短炒 其實你說去回6.2元這些位置 都可以考慮去到食戶先的 OK 好 就是這隻9元 這隻9元 是5.5元 現在是501元 好 怎樣部署好呢 可不可以回到家鄉價呢 這次來講現價到4.99元 你買的價相對是高一點 但是見到近來這隻股份 相對你說其他內房股的表現 我覺得都算是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因為你看到好像6800 109元近一個禮拜沒怎樣升 但是這隻股份 它就由4.6元這些位置 就升到上去現在接近5元這些邊 如果你說看回技術走勢來講 也都見到之前說 它曾經輕微穿過二天線之後 都很快就上回去 兼且都見到在今天來講 就連之前一條中線的下降軌 都能夠是穿得到的 如果你說股價都說 能夠連8月15號那個高位 5.07元都進一步是打穿買 上面就不妨是將目標價推上去 大概5.5至5.6元 即是跟你本身買的家鄉價 就相當接近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如果你說有耐性放進去的話 倒回去你買入的價 其實就不會太過困難的 謝謝先看黃小姐你的電話 下一位是鄧小姐 鄧小姐電話剪掉不要緊 我們稍後再接近她 剩下的時間 不如看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這一位是李太 想問兩隻股份 Jason 第一隻是8.23元 之後就問3.18元 看看領匯方面 8.23元 今天來講都表現一般的 逆市要下跌2.5% 跌8.5元 只報33.7元 他說都有貨了 38元就有貨了 應不應該做一個止蝕的動作 我記得之前 Jason你好像說過這些股份 但你不是看好提探 我記得在大概7月份那段時間 股價大概是38個左右 其實我都在每隻股股的環節上 就叫做推介 但我都是建議沽首的 因為當時我也看回 我都預期 未來美國方面的債息都會升 變相就會令到這些 本身傳統的收息股來講 那個回報率就一定是 沒有以前來講是那麼吸引的 再加上本身領匯 在對上幾年之所以 有個這麼明顯的增長 都是很靠做一些翻身 一些收購等等的動作 但是說到旗下大部分那些公屋的商場 你說要翻身的 要重新裝修的 說到7788都叫做已經是完成了 你說未來這幾年還有沒有一些 新的增長動力呢 我自己暫時來看 就不覺得真的太過樂觀 兼且你說他之前 曾經部署過做一些公廈的收購 或者其他一些私人商場的收購 暫時都見不到一些什麼 就是很大的進展 既然你說他接下來的增長動力會減慢的話 自不然市場上面對於他的股值 就一定是會調低的 那之前你說他的股價能夠上到四十幾元 其實比起他本身的NAV的日價來講 都有成是十幾個百分之 但是當那個增長動力是減慢了 我相信他都有機會 會和其他利息一樣 股價都可能要對比NAV 要出現一個折樣 那你見到如果你說股價跌到三十三個多 其實就已經是比NAV的三十五個半來講 已經是出現了一個輕微的折樣 那所以你說如果本身三十八元 拿了貨又沒有走到 去到這些位置我就不建議說再走 那你說要沽貨也好 都不妨等我股價 上回到大概三十五個多這些位置 到時候才考慮再減榜了 好啊,明白先 另外一條問題 李太問了就是398今屆控股 這隻都有貨 6.7左右的水平就入貨 現在來講表現不錯 都賺錢了 6.8猴三現價跌9先 應不應該做什麼動作呢 另外那個阻力位在哪裡呢 這個要小心一點 因為在昨天來講 股價高開了之後 很大支陰燭就跌回來了 再加上你見到今天來講 那個跌幅都仍是持續的 所以你說整個星狼來講 暫時就有機會在7.2這些位置 就見到一個初步的頂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這隻是有貨的話 我都建議可以考慮去吃一吃午 這些位置我覺得你說再急升空間 就不是說真的太大了 好明白 多謝先看你的email查詢 OK我們不如先聽聽電話先 歐小姐是嗎 是呀 你好 我想問領匯 我想問領匯 現在這個價錢買不買得 OK 剛剛Jason也講到一些領匯方面的情況 你較早時份在美尖一股 就是和Jason逢星期三 兩點鐘的環節 講過領匯 但Jason當時是看淡的 因為之前來說 股價真的很多 現在就有一個折樣 如果家庭觀眾再想去買的話 是不是都等多一會 還是怎樣呢 未有貨 我記得我當時38元叫人家沽 當時看下面的目標價 都會去到大概33元左右 所以我認為股價跌到這些位置 短期內急跌的空間 就不會太大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的話 其實都可以考慮一個短線的部署 接下來如果你說股價再下多少 去到大概33元至33.2元 33.3元這些位置 就可以考慮去到買一點 但你說這次買的話 就不要這麼進彩 目標價也不會太大 不要看上去40多元那麼高 都純粹以一個短線的操作 將股價的目標價 就定回到大概35元至36元 所以你看到短線的升幅來講 都是拿回大概8-10%就差不多 好 可以幫到你嗎 小姐 謝謝你 好 謝謝 先聽到下一位 是不是鄧小姐回來 是的 你好 鄧小姐問什麼 我想問966和1336想入哪個好一點 966 OK 中國太平衡 11個766的升1.6% 昨天都有急升的情況 另外1336都是一些保險 叫新華保險 22.5毫跌超過1% 似乎這隻966升得比較好 如果你說兩隻選 我會選一隻966 因為始終新華保險之前出來的業績 都相對比較令人失望 這方面反映了基本面 或者整體經營的策略 都真的不算做得特別好 所以如果你說兩隻選 我就會提回966 你見到股價在昨天都有 大概11元這些位置 就升上來接近11.8元 你見到初步的阻力位 就在12.1元左右 如果你說股價連12.1元都穿上去 到時就可以考慮去追入 初步的目標價 就可以看上去大概是13.5元左右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本地地產股可以 本地地產股可以 上去 上去 OK 83元沒有貨 10.84元還在下跌6元 那些本地地產股方面 怎樣保存 本地地產股短期 我沒有太大的期待 一來就說本身你見到現在 香港那個樓價都還在調整 二來就說見到現在 在二手樓方面的交頭 都明顯是淡了的 而且都是縮減 再加上如果你說 即9月中 美國方面聯署局那個開會 真的有個所謂減慢QE 減慢賣債的行動的話 也都會有機會 令到債息方面 或者市場的利率方面 會有個調整 這方面對於樓市來說 都是會有個壓力的 所以你說本地地產股 甚至這一隻 暫時我的看法 都相對會比較保守一點 你說真的要買的 都不妨等股價 落到大約10元B這些位置 才考慮 好 多謝先 鄧小姐你的電話 另外我也收到 就是鄭先生 你發給郭Sir的E-mail 我們下一節 就輪到郭Sir和大家聊天 Jason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和你做分 先說一姑分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Jason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聽郭Sir說大致方面的情況 不要走開 對 對 對 有 對 不是 是 我們 能不能